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上半天由於華南有些中層的水溪東移出來 所以上半天各地的雲量上都比較偏多一點 也有一些零星漂流的現象 不過從中午過後的話雲量上都逐漸在減少當中 那也由於下午開始雲量減少再加上今天東北季風減弱的關係 所以下午之後的話 中部與北跟東半部的高溫都有來到22到25度 南部地區甚至是來到27度以上 尤其近山區的平地有出現30度左右的高溫 白天的話比昨天來的更為的舒適溫暖 那至於明天的天氣方面的話 明天的預測圖可以看到 明天的地面高壓會更持續的冬移出海 那風向上明天是一個偏東風的環境 那明天白天的高溫會比今天來的再更高一點 不過早晚的天氣還是稍微涼一些 在中南部的列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早出完各位請多留意溫度上的一個變化 那至於降雨方面的話 明天的話各地大多是一個多雲的天氣 不過水氣還是稍微多一點 所以部分地區有時候雲量上可能還是會稍微多一些 有一點零星漂流的現象 那其中在山區的機率也會比平地來的更為的高一點 那最後提醒大家 明天的話氣氛會持續的回升 不過早晚還是稍微涼一些 早出完各位還是要留意溫度上的一個變化 至於明天的話 各地還是屬於一個多雲的天氣 不過水氣稍微多一點 偶爾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零星漂流的現象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氧氣象鼠提供 另外湊呢 蒼陀色投影 蒼陀色投影